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剛剛坐下來 塞車 幫忙幫忙 撐一下之後的學生 今天星期五的學生叫他們早點學 今天有幾宗想說 本來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也是開車 開車賺食 早兩天 4日的時候 承巴那宗意外 今晚又會講一下 死了兩個 是不是 陈四川 對 有一個 講了一宗 三號光線 原方交配處之前那宗 都會講一下 都會想封煙 或者我自己也分享一下經歷 因為都想說每一個星期都有些特色 我自己的特色就是我自己本身是教車佬 我以前也做過拖車佬 所以我會用更多 我以前做過拖車佬的身份 講一講這件事 或者講一講 壞車拖車的時候有些什麼要注意 都可能跟大家講一講 都是講本土特色的東西 另外就是 陳鳳富珍早前就 不知道他會否吃了荒然豆沙包 還是怎樣 他說中國的疫苗真的引領全球 恐怖程度引領全球 等等都會講一講 所以今晚接聽封煙就可以 都不會定到怎樣 有個題目 都要定完這些題目 大約都會講那些 有什麼打電話來講 也都可以 譬如我們說 我們可能一會講沙中線 我會再加一個招土新聞 招土新聞的環節 我們本土派近年的本土派 跟焦土這兩個字是不能分過的 所以我加了一個 所以對街上有什麼不喜歡的 那些什麼斗賊掌 還在日本那裡 一來 長途電話打來都可以的 對 喂 斗賊掌那裡 稍後又要講講 斗賊掌那裡 稍後又要講講 斗賊掌先抹下 不肯記得了 Alelson有沒有筆 你那邊 扔一枝筆過來 扔給我們 麻煩你 水也忘了針來喝 扔給他 抹下了 因為幾個星期想講 我忘記了 所以要小心 扔給我們 謝謝 謝謝 先抹下 郭兆傑要講的 真是 郭兆傑 唉 郭兆傑 我自己看 郭兆傑就要講講 你了好嗎 好了 聽說 你加一些招土新聞 最好的招土新聞就是 沙中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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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浪 例如你 啟德那邊 因為有個啟德站 是啊 那你紅磅站在那裡 卡住 所以不就通不了車 啟德站 就通不了車 最慘的 你這麼開心 啟德站上蓋的物業 沒有車搭 但是砸了 什麼事 什麼事 這件事 好笑 這件事 這些就是招土新聞 今晚也是接受這個封印 剛剛新鮮 有一個單 你看到 有四十幾歲的醫生 我的資料 我的資料 就沒有了 就不是沒有了 我找不到 我要重新再去找 我那裡彈了出來 就是預告了會說這些 因為我剛剛找的 先說一下 這件事 先說一下車 也不能用新鮮滾熱 我看到這件事 由乘巴 有個司機 各個情況發生 在三個幹線 向著西瑞口的方向 當時有輛貨車在第二線 第二線的意思 就是由左邊數到右邊 第二條線 那時候的情況 有一個貨車 五噸半 應該五噸半 因為我看不到 它的尾板 有沒有那個反光板 我不知道是中型 還是什麼 有沒有貨車 機件故障 停了在二線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首先 要跟大家說說 你能夠留下來 就一定是不斷 不排除當時 它的車一跪低了 沒有了動力 你留下來 它可能在留下來的期間 還在 劃痕 劃痕 即使用衝力劃痕 它可能會不斷 也不奇怪 公道的說 可能有人說 你弄錯了 當然要放在一二邊 有時候 車也沒有動力 還在流下來 你也知道香港的 駕駛 駕駛的 是不讓你咳 就不讓你咳 其實這件事情 可以引生了很多東西出來的 真的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只能駕駛 就說 怎麼停了在二線 又沒有什麼 你咳 說不定它想減 咳不能駕駛 駕駛駛 所以 不等遲先駕駛 或者好像駕駛駛了 又放駛駛駛 然後又再追 好了 然後我就看 為什麼我會看到 它好像有駕駛駛駛 我為什麼會知道 它有駛駛駛駛駛 因為 這件事情 我們先播一播一播片 就撞之前的十多秒 巴斯斯 沉了一兩東西 一下子 臨到再沉多一下 好了 現在就撞過去了 OK 就回來了 那就很不幸 這個碰撞 就導致一個 巴斯斯基就過身 當場就死亡 死亡 死亡 另外 貨車司機 就去到 貨車司機 在尾巴後 放下了一些物件 其中一個 又是屌 這件事情 又不是說要屌 要跟大家說一下 屌 等一下會說 好了 剛才這條片 拍到 它撞了兩下 其實都是 為什麼會知道 它其實是沒有雙力 而且很大機會 當時司機分了心 分了心 看不到前面 那什麼事情分了心呢 當然不會一口咬電話 可能是玩電話 那些 有時候咳線 靠一靠 看一看 不能咳 再看兩遍 即是你的視線離開前面的範圍 可能都可以看 要看兩邊鏡 可能等咳 駕駛開車的心態就是 這條路十年都不會失車 之前看又不是失車 又不是咳 咳線 可能就是 巴士司機看鏡看久了 真的看鏡看久了 那它知道不等 整件事是判斷錯了 然後你要夾緊所有事情 就是由開始 駕駛停在二線 然後貨車司機 就是賣不去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就不相信 本能反應都會向左或向右擺 這件事 真的想跟我過身的貨車司機說說 真的有機會賣不去 我以前做拖車的 有幾多 無處 一落落 駕駛開箱 一落駕駛開箱 一落駕駛開箱 就停在一片 那你怎麼辦 要怎樣處理 有這些 很少要巧合家 因為今天最新的報道就是 說司機是完全沒有跡象 只剩下車 最多是說在邵氏的位置有十多呎呎 但是你撞到這樣就不知道那些呎呎是誰 有時候那些位置可能上一次交往以後都不奇怪 警方剛才說過是沒有任何反應 最大機會是因為當時正在咳嗽線 磨嗽到那邊 剛才前面壞了貨車 便撞到這情況 就是這樣 我的估算也看了這麼多 所以剛才看那段影片又是猜的 司機之前拍大腿 又說時數是否正確 你說有沒有關係 你說開工時間長 一定有關係 但是最主要不是這個原因 一定是分開了心 這樣就是 這件事到人們講一講 或者大家可以封煙上來分享一下 或者有另一個看法的人 都可以打電話上來講一講 或者你們都可以分享一下這些經驗 好了 說回來 如果你壞了車 首先你撇除了這件事 通常你開車跪下了 那你怎樣做 打死火燈 當然 所以要跟大家說一下 那個叫做危險警告燈 所以我自己也叫他做死火燈 連考牌官也叫我做死火燈 就吹去不吶 但是那個就不吶 一按 因為你有危險就開了 所以又要說 拆開一點點 有時候那些傢伙 不是在後面吶你 吶你了 我沒有氣 你落下打死火燈 可以不吶 然後你可以下車跟他理論 吶你了 司機先生 你要知道 那個叫做危險警告燈 是有危險才會亮 如果你剛才 我媽媽下車 沒有即時危險 就不用打死火燈 OK 但其實我自己習慣了 不免得人的屎屎 他經常在那裡吶 沒有了 那打死火燈 然後怎樣 會是 接著就 報警 對了 喂 報警呢 其實現在現在就唯有報警 但如果在拖車佬的角度來計 拖車司機做生意的 就不想你報警 待會會說 其實一般來計 停了 好人多時經常見到 喂 打電話叫拖車佬來 我通常都說 一去到整地水桶 整地水桶 然後那個司機 尤其是晚上 那個司機就站在 那堆水桶的後面 再拿一個電筒 在那裡描描後面 這樣 我通常去到 我就跟那個司機說 喂 走進來 好人危險 等我起勞 我跟你說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沒有人用 喂 我試過很多次 我剛剛入行的時候 譬如你套路說 那些 那些 去起歐 你壞了車 那你的車壞了 那我就去拖 拖的時候 停了 停了 好了 那做了 有一次就在農場上做了 因為我那時候買了 閃光雪糕桶 兩塊水 閃光雪糕桶 那時候我剛剛入行 做拖車佬 那我就在農場上 那我立刻拉一個閃光雪糕桶 閃光雪糕桶 有多部私家車出來的 那我的雪糕桶 那時候 當時已經是爬了 在私家車的泵把下面 被他撞 然後雪糕桶 被私家車推 推 然後就去 我正在做 東西 私家車後面 大約十尺 就停了 然後我呆了 站在那裡 因為我是在爬光那邊 好了 接著 那些煙來 然後去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根本是浪費氣 你知道 有時候 有時候 他不是看你不得到的 或者 你閃光雪糕桶 兩個說法 你閃光雪糕桶 他是看你不得到 他也是看你不得到 或者 好了 好像剛才 我在說 乘巴的司機這樣 他不斷看你不得到 他不斷看你後面 那就是看不得到 就是看漏了 因為他不會有預知到 這裡隨時有危險 他不想知道 這部車位 這裡有人在騎 所以 其實 跟大家講 一想定是停下 那部車 也不算在哪個地方 你打了四貨燈 是不是 我也說了四貨燈 打了危險警告燈 然後就等人 等人來 等就等拖 等拖車人 一般 我以前還在那一行 還在拖車那一行 那個做法 就是 譬如三部港線 我做的時候 還沒有西瑞 西瑞有沒有 有 那我先講三部港線 譬如三部港線 青馬跪下一部車 他一定是要 青馬大橋 交通管制那一班拖車佬 拖走了 去回你們的行政大樓 或者他們會設定一些位置 可能是丁九橋旁邊的直升機場 我們拖車佬 才去回那一部車 為何會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說怕危險 但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要收費 就算他們拖廿尺也好 都是收那幾百元的 有些車主不願意付 所以那時候 有一件事 我們經常跟青馬大橋鬥快 鬥快 鬥快 因為 如果 通常都不夠他們快 我們會安撫 那個車主 說 你稍後再多給幾百元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一定會拖廿 就拖廿我們 為何我們會這麼拖廿 被管制區的車 就拖廿了 那些車主不願意 因為要多給幾百元 對 給了幾百元 那一個情況 就是其實 很快就有人到 其實 但是今次這件事 是因為不是在那些 即是 究竟那個降線 他剛剛 他有個鏡頭 就可以 人手控制 分方向 他在一個報道說 可以分方向 前後轉 剛剛 就沒有看到那裡 那個鏡頭 沒有看到那裡 那這些 你可以說 搞錯了 你怎麼這麼貴的隧道 你怎麼這麼貴的鏡頭 你怎麼監管多些 你怎麼怎麼知道 會這樣發生 這生意外 當然 如果有改善 就多加多一個 全部都看了 還有 有時候 永遠都是 教育很重要 教育是電視的 就是成龍大哥那些 提著 很煩 開車就是這樣 等於 北角 保護車 那個手掣失靈 後來也查過 極大機會 是司機 手掣 拉得不好 拉得不好 這些事情 你就長期提著 以前是華籍 英兵 英兵學得 現在開車是跟英國人學的 現在 現時 我們考牌制度 整個考牌制度 那些 主唱泰亞 那些全部 就是英國軍部出來的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以前是華籍英兵 我相信 該位 北角那件事 該位的司機 都肯定是 都 都接受精盪訓練 但有時候 真的要提著 那些傻子 可能三五七年之後 學了那些 就不能記住 那些重點 已經 那些事情 要安全 所以 交通安全 那些 長期提著人 那些貨車在移車尾 你要拍片 你要拍片 貨車移車尾 不是走到車尾 那裏 有時候貨車人 是看漏眼 就看漏眼 不讓個人 真的請到司機 下下進入後波 有人跳下車 你幫人看後面嗎 那些人 最慘 現在老闆不願聘人 還要請到司機 幫大火車看後面 最慘 直接教那些人 那些車在移車後 就走開一點 那些人不知 不知 不懂識性 所以少了心 這些長期的教育 不斷改 不斷看到有什麼事情發生 如果要改進去 你去西水 就加了一個鏡頭 對吧 那除了加鏡頭 又想問問你 如果 譬如 壞了車 剛剛建立公路 或者路 那裏 如果打燈沒有用 又不是沒有用 先打了 你要知道 就算你排到好 大陣像 也會好些 但是你要知道 你排在一起的 那時候也危險 你又沒有反光衣 對吧 你一天就很專業 可能跪下的那一部 就是 一早就弄到那些車 那你改了一些做法 你做不到那個做法 就不斷制 明白嗎 你三號鋼線 那些八九幾 剛剛走完 清魚八一 那些腳有怎麼收的 對不對 習慣了 而且你很可憐 有時候 即是職業司機 尤其是巴士司機 很可憐 拿著那條線 會滑滑下的 對 拿著那條線 會滑滑下的 就是這樣 我又不是說 貶低巴士司機的技術 還是怎樣 我真的會拿著滑滑下的 你 拿著那條線 你也習慣閉上眼睛 是呀 你閉上眼睛就閉上眼睛 你怎知道閉上眼睛就有車子在那裡 就是這樣 這一宗可以說說 或者你不認同我的分析 也可以打電話來 講講 所以 我想吊夠 如果我要吊膝水 就吊你了 我做拖車佬的時候 你就這麼快拖走我的車子 這一步你就這麼快拖走 就這麼快拖走你了 就是這樣 這件事你有沒有其他話說 這件事我沒有 就是你坐車多的 坐車 是不是 陳馮夫 今天講講疫苗那件事 你有沒有 有啊有啊有啊 有些資料 你想講講他 陳馮夫真的怎樣說 他說我們中國 引領全球 那個疫苗 問題就是 其實最簡單 新聞那裡 比較出名有幾宗 一宗是2007年的 山西 另外一宗呢 其實都很多宗 然後就 有幾宗 一陣子的眼憂筍 整個桌子出來 看看 看看最簡單 去年也有一宗 2018年 那個長春 長新 長新的鬼也 是 我們看看桌子有多少宗 這個在Wikipedia找到的 你看看 從2004年開始 多少宗 嘩 19年也有一宗 你看看 你 你發給我吧 馬上發給你 你發給我吧 你先PM給我吧 沒問題 因為我看不到 是 有聲音給你 我們看不到 你有在手 應該是李讀懷 明白嗎 是 大家可以看看 先看看 看看 看一看 對 從2004年開始 算吧 其實就是 這些是暴光的 等一會很快 抱歉 好 最近一宗 1月11日 百多名 聲稱 百多名 中國疫苗危機 百多名 百多名 有百多名在江蘇 幼兒接受疫苗 之後 百多名 出現了 這個不良反應 那什麼不良反應呢 就是 這裏就好了 講一下那個情況 就是 金湖院 1月10日 發布 這個通告 就說 對這個 對疾控中心 分割的主任 楊萬禽 等相關負責 給人 免職的處理 那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疫苗 出事那裏 抱歉 我的接料好 找不找個業 不用了 你去那裏有 是嗎 是啊 是呀 尾二的單 江蘇金湖 江蘇金湖 是啊 那 對不起 我先數一數 陳鳳虎 正在說引領全球 問題就是 危險引領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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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那為什麼我會 要等你找這件事出來說呢 其實呢 大陸疫苗危險 有問題 大家都知道 大陸疫苗 早前黃醫院都排隊 好了 我就想說 又是說回這個問題 如果到時 大灣區的人 我們那些香港人 你只叫他們去大灣區 那可能去大灣區 然後生兒獄女 是否回到香港 要再排疫苗呢 是呀 是呀 很簡單 其實我也有 不少朋友 做一些打針 那些 那些HPV 什麼 防止公頸癌的那些針 哇 那些大陸人 一車一車下來的 那些大陸人 是呀 全部 全部過來打 我現在有了 撈到 不好意思 2004年 2005年 好了 2004年 江蘇 又是江蘇 對 沒有經燒 冷年失效 然後呢 2005年 安徽甲率肝炎 疫苗異常 2007年 山西疫苗事件 多方面 不明 大批中毒 及致死事件 就好了 2005年 安徽甲型疫苗 甲肝疫苗 那好了 死20人 死了一個 重傷20個 多人到這樣 林本市 但2007年 那宗很出名 因為那宗真的死了很多人 2005 2007 2009 2009 2001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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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這次的石家莊是三月 現在才是三月 這些不好意思 我們找資料有點誤會 對吧 好了 問題是 你整天在說中港融合 我們大陸有幾個肚子 都說怎麼發展 你不是要香港人 回到大灣區就叫你媽媽回去住 然後就來香港搶疫苗 沒有解決那件事 沒有的 叫你媽媽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叫他來香港團聚的 很混沌的 回到大灣區團聚 說起的疫苗也是 你現在看看 打什麼子宮頸癌的疫苗 還有什麼BB的疫苗 例如防腦炎 上次養和爆了牌 就是打子宮頸癌 怎麼解決呢 你最可憐 陳馮富珍那些都說什麼 他說要加強監管 你怎麼監管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假 你明白嗎 你大陸什麼東西都可以假 你監管完之後 那些疫苗真的可能轉頭被人換去賣 大陸是會出現這些東西的 你媽媽 怎樣引領全球 恐怖程度引領全球 對嗎 還有最重要是影響現在香港這邊 因為那時候 其實上年 上年和前年都是 那些什麼疫苗 那些疫苗 整天都不夠疫苗 不是 雲觀了所有東西 你講解毒素 大陸人都不相信你的疫苗 是的 越來越不相信 你更糟糕 你明不明白 奶粉我都可以 你媽媽 在沖一杯喝一下我自己 應該不會死 或者都可以拿鹽 我沒有理由 你媽媽 我去醫院 我去醫院 我去打疫苗 你媽媽 我叫醫生給我兩滴 我回去自己化驗了 沒有可能的 這些東西也是 所以 疫苗 鹽 還有問題 現在看到那裡 小隻到水蛇春 從2004年去到 那裡 已經超過10宗 是的 我 我 加起來也沒有15年 15年 15年有10宗 我 這些是暴了光的 暴了光的 死22人那些 我這次出事 石家莊 這裡出事 這一種 是在20年開始接種的 我 在20年接種 接種到現在 百多人中招 你夠了嗎 我 好像之前 如果你看新聞之前 有一宗 說明上面 蓋住了愛知村 那裡 叫做一宗 對 愛知村 是不止一條的 大陸 你知不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少忍心一點 回大陸 愛知村 可能會不會補 對 那你 屌你老闆 那這件事 已經說完了 你有沒有補充 這件事其實都沒有補充 大陸人都不信那裡的疫苗 說真的 屌你老闆 有很多問題 中國現在正在發生的 我上次也說過了 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 說了很多次 一定是搞不定的 你要搞不定非洲豬瘟 首先要讓共產黨倒下頭 你要整個管治國家的方式 改變了才行的 你現在疫苗也是的 你疫苗這一件事也是的 制度上 屌你老闆 你屌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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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地盤拉了 那些少士的人 全部屌你老闆 全部屌你老闆 是全部重罰了 都被抓了 那怎麼辦 第二班 製度有問題 屌你老闆 是 就是為什麼會 經常拿這些出來說 屌你老闆 大人擺放這些 沙士的時候也是 臭屎物 我們不斷出現 其實這些 這些都是招討新聞裏面 不然跟你 共產黨倒數 他倒數 看你的人忍了多久 看你十億人 看你十億人 能否招來香港打疫苗 其實很多人很想 只不過下不了來打 大哥 有些很糟糕的 有些年輕人 打完疫苗 發燒發 幾個禮拜燒 我一看 發幾個禮拜燒 我這些 喪屍迷 上來的觀點 有朝一日 會不會 喪屍病毒 由大陸傳入 香港 如果我是編劇 如果我寫一套 喪屍片 我會寫 這種喪屍病毒 是由大陸 疫苗生產商 那些假疫苗 說到長生 他還要假的 風狗症疫苗 就是正確的 假風狗症疫苗 風狗症變喪屍 好 然後 稍後 再說一些山中線 接受風險 好嗎 好 如果沒有 我們再說 沒有 很多東西 泛民又 建制派又 告訴你 我們休息一會 好的 快點 瞭 這邊 座 7 8 1 7 8 1 2